中东启示录八 绿一大石 阿巴斯推翻沃玛亚王朝时 伊斯兰什叶派曾是阿巴斯的盟友 阿巴斯王朝建立后 昔日的盟友逐渐成为了眼中钉 而屡遭迫害 一部分什叶派穆斯林被迫迁移到了北非 九世纪后内乱和外族入侵 加剧了阿巴斯王朝的衰败 北非突尼斯的什叶派起义军 趁机推翻了阿巴斯王朝 在北非的一个地方政权 建立法蒂玛王朝 王朝以法蒂玛为名 是因为法蒂玛是穆罕默德的女儿 被拥立的哈里发塞伊德 自称是法蒂玛的子孙 这时候阿巴斯帝国很多地方已经独立 在这些独立的国家中 法蒂玛王朝算是比较强大的 中国史书称它为绿裔大使 最强盛时 法蒂玛王朝横跨亚非两大洲 同巴喀达的阿巴斯王朝 和西班牙的后欧马亚王朝 形成顶足之势 11世纪 法蒂玛王朝诞生了一个二货哈里发 他和当今的天选大统领有一拼 以上台就废除了法蒂玛王朝 一贯奉行的宗教宽容政策 下令摧毁耶路撒冷所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礼拜堂 这下激怒了西方基督教世界 罗马天主教趁机忽悠西欧各国 向伊斯兰发起了以圣战为幌子 以掠夺为目的的十字军东征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 十字军攻占了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耶路撒冷 对城内的平民进行疯狂大屠杀 甚至连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也被杀光 当十字军继续入侵埃及时 法蒂玛王朝不得不向赞基王朝求助 赞基王朝也是从阿巴斯王朝中独立出来的 但他是与法蒂玛王朝完全敌对的虚拟派 好在当年的伊斯兰世界 比现在只会窝里横的阿拉伯世界强太多了 尽管有不可调和的教派矛盾 赞基王朝为了对抗入侵的西方势力 还是派兵救援法蒂玛王朝 救援军中出现了一位 迎向中东历史进程的人物 他叫萨拉丁 萨拉丁随叔父救援埃及赶走了十字军 法蒂玛王朝于是任命他叔父为首相 可不久他叔父病死 萨拉丁接任首相位置 上任后 萨拉丁逐步扶植逊尼派势力 1171年 萨拉丁推翻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 建立逊尼派的阿优布王朝 之后 萨拉丁逐步摆脱其宗主国 暂及王朝 并取而代之 成为了抵抗十字军的一面旗帜 萨拉丁最引以为傲的战力 是收复耶路撒冷 这一战中 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兵力 地力和情报优势 几乎全歼了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精锐 迫使耶路撒冷投降 与十字军攻破耶路撒冷后 大开杀戒 成为鲜明对比的事 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 没有杀一个人 也没有烧一栋房子 甚至还对基督教和犹太教 开放耶路撒冷的圣地 另外 萨拉丁是阔尔德人 他所建立的帝国 虽然短暂 但也辉煌过 如今 阔尔德人想效仿犹太人再次立国 看起来是难度重重 西方世界一共对伊斯兰发动了九次十字军东征 虽然大斗失败了 却给中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欧洲人除了掠夺了无数财富外 还惊喜的发现 阿拉伯人收集了大量在欧洲已经消失了的古希腊文化残存 欧洲人将他们带回后 间接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西欧各国才真正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